吴敬秀在收好那一千份破甲叶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沐云廷看着吴敬秀离开的背影 眼中露出几分沉思的沉色 这吴敬秀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沐云廷想了想最终转身返回商铺的李坚 在一间静室中找到了在里面闭目打坐的狄墨 李将军 有件事情麻烦你一下 可是 狄墨脸色默然地问道 沐云廷知道 这货一直都是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早也没有介意他的态度 便把刚才吴敬秀的事说了一遍 这吴敬秀有点不寻常 我怀疑他购买这一千份破甲叶的用途 并不简单 所以还请狄将军跟随过去看看 沐云廷说道 嗯 狄墨点了点头身形一闪 下一刻便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密室中 沐云廷见到这一幕眼中不由露出几分羡慕的神色 这货的前行隐匿之术还当真是厉害 他也曾经向狄墨学习过他的功法秘术 但是却硬是无法练到他那个层次 论起前行隐匿方面的造诣 整个玄剑宗除了楚剑丘之外 都没有多少人能够比得上他 这也是狄墨能够稳坐暗卫主将最重要的原因 玄剑宗的各军主将的位置可并不是当上了就一劳永逸的 在玄剑宗的规则中 这些重要位置将来是有能者居之 玄剑宗人才北出 很多人对那些重要位置都是有着很浓厚的兴趣 若是能力不足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被挑战者挑落马下 所以玄剑宗各大军营的将领平时都封了一班修炼 也会抓住一切机会赚取战功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稍一懈怠 后来者就赶了上来 把自己从位置上挤落下来 吴静秀从幽黄阁的商铺离开后 匆匆而行 最后来到川山郡城东城区 一个极其偏僻的角落里 推开一个比较破络的小院院门 走了进去 在这个破败的院落中 一张石桌旁边正坐着一个全身裹着黑袍的女子 这黑袍女子头戴一个黑色斗篷 斗篷上垂落着黑色的沙巾 把脸面遮住 让人看不清她的真面目 在这黑袍女子的身边 则坐着一名面容较好的女子 也是楚剑丘的老熟人吴碧曼 此时吴碧曼正满脸愤怒地盯着黑袍女子 全身却是动弹不得 很显然 她是被这黑袍女子所致 来了 黑袍女子见到吴敬秀进入院落中 顿时语气淡漠地说道 我让你买的破甲叶 你买来了没有 破甲叶我给你买回来了 你可以放人了吧 吴敬秀取出了一个玉瓶 看着那黑袍女子冷冷地说道 吴碧曼听到吴敬秀这话 瞬间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 吴敬秀怎么这么糊涂 居然真的去替这黑袍女子买破甲叶 谁知道这黑袍女子要破甲叶干什么 万一她是按摩玉的奸细怎么办 只是她被黑袍女子封住了全身的经脉 不但开不了口 连神念都被封住 无法离体 所以她此时根本就无法和吴敬秀交流 先拿来给我看看 黑袍女子向吴敬秀伸手道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万一我把破甲叶给你 你不放人怎么办 吴敬秀伸手一番 顿时又把那玉瓶收了起来 你没得选择 你若是不把破甲叶给我 信不信我一掌毙了她 黑袍女子语气冰冷地说道 黑袍女子说着 手一伸 捏住了吴敬曼的脖子 吴敬曼被她用力捏着 顿时瞬间喘不过气来 白眼直翻 吴敬秀见到这一幕 连忙嚇住 住手 我劝你识趣一点 我的耐心可不多 黑袍女子看着吴敬秀冷冷地说道 你先放人 我再把破甲叶给你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誓言 我可以发现天道誓言 吴敬秀沉默了一下 说道 她虽然对吴敬曼的性子着急 但是她也怕着黑袍女子不守信用 当她把破甲叶给她之后 黑袍女子依然把吴敬曼杀了 黑袍女子闻言 她也知道 吴敬秀信不过自己 若是继续这样僵持下去 终究没有什么结果 她的时间不多 可没有那么多功夫 和吴敬秀在这里扯皮 但若是让吴敬秀发下天道誓言的话 天道威能降临 动静毕竟太大 恐怕反而会惹人注意 踢跑女子沉吟了一阵 最终说道 发下天道誓言倒是不必 你签订一个单方血气吧 血气的约束力 虽然没有天道誓言恐怖 但是一般舞者 却绝不愿意违背血气 因为那样一来 即使最终留得下性命 也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吴敬秀文言倒也没有犹豫 立即取出了一张血气 写下了血气的内容 最后用自己的本命精血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吴敬秀把血气 扔给那黑袍女子 冷冷地道 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黑袍女子结果血气 看了一眼 不过他仍旧还是担心 吴敬秀在最后时刻 会鱼死网破 顿时一把抓起吴碧曼的手 划破了吴碧曼的手指 逼出了吴碧曼体内的一滴精血 把吴碧曼的名字 也牵到了那张血气上 吴敬秀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由一将 这黑袍女子做事 可还当真谨慎 她都已经签订了血气 居然都还不放心 不过黑袍女子的这个动作 倒是彻底毒死了 吴敬秀的那一点小心思 她刚才还真是打算 等黑袍女子放了吴碧曼之后 她立即把手中的玉瓶打破 反正受血气反噬就反噬 大不了赔她一条性命 也绝不能让黑袍女子得逞 毕竟谁知道 这黑袍女子是什么身份 万一她是按摩浴的奸细 那可就麻烦了 但是当血气把吴碧曼 也绑上的时候 吴敬秀就不能这样做了 她可不能拉着吴碧曼一起死 黑袍女子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把吴碧曼推了出去 看着吴敬秀莫然道 人我放了 赶紧把破甲烟拿来 吴敬秀在结果吴碧曼之后 顿时一言不发的把手中的玉瓶 朝那黑袍女子扔了过去 那黑袍女子接过玉瓶之后 顿时一掌朝吴敬秀和吴碧曼轰了过去 在达到目的之后 果然就想杀人灭口 只是吴敬秀早就防到了这一幕 在扔出玉瓶的同时 她已经捏碎了一道大挪一道符 一道光芒笼罩住她和吴碧曼 一阵空间波动之后 两人的身影已经在庭院中瞬间消失 黑袍女子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冷哼了一声 她神念渗透进手中的玉瓶扫了一下 见到里面的确装有上千份的破甲叶 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在得到破甲叶之后 黑袍女子并没有在庭院中继续逗留 而是出了庭院后 迅速前往川山郡城 往东南方向而去 而那个方向正是丰元皇城的方向 在飞行了数十万里后 黑袍女子忽然停下了身形 转身朝身后一个方向望去 出来吧 阁下跟了我这一路 意欲何为 黑袍女子盯着那个方向 漠然说道 在她话音落下时 在她身后的厚重的云层中 顿时出现一名脸色冷漠的男子 正是悄然追踪了 黑袍女子一路的笛墨 其实在吴静修进入 那个庭院中的时候 她就已经潜伏在了附近 只不过当时黑袍女子的精神 都集中在吴静修身上 加上迪墨的隐匿秘术 为师了得 所以黑袍女子一直都没有发现 有人在一旁暗中潜伏 直到她离开了川山郡城 一路急速飞行的时候 这才察觉到身后的异样 见到迪墨现出身形来 黑袍女子没有和迪墨过多废话 身形一闪 朝迪墨扑了过去 一掌朝迪墨的身上轰落 这人居然敢跟踪她 自然不能留她性命 迪墨见状心中不由毅力 从这黑袍女子 这一掌的威力中 她就感觉到 这黑袍女子的实力 比她高出了太多 其实 从双方的修为对比来看 两人之间的差距 是不言而喻的 迪墨如今只有 帝尊景初起的修为 而那黑袍女子的修为 高达一尊敬巅峰 比迪墨高出了整整三个境界 只不过 迪墨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自以为 能够和这神秘的黑袍女子 一拼而已 毕竟 按照她以往的经验 跨越三个境界沙底 对她来说 并非是什么难事 以她的战力 即使在同阶战力 强悍无比的玄剑宗 她都能够跨越 一两个境界沙底 而对付玄剑宗之外的舞者 跨越三四个境界沙底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只是 当她一路追踪 这名黑袍女子 追了数十万里的时候 一抹渐渐 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 这黑袍女子 并非是普通的 帝尊景巅峰舞者 首先在速度上 这黑袍女子 比其普通的帝尊景巅峰舞者 快了不止十倍 也正是因为这黑袍女子的速度太快了 一抹为了跟上对方的速度 所以才迫不得已 使用了一道增加飞行速度的灵符 这才使得 她的隐匿秘术露出破绽 为这黑袍女子发现了踪迹 否则 以她隐匿秘术之玄妙 这黑袍女子 未必能够发现得了她的行踪 见到 这黑袍女子一掌轰过来 迪莫虽然感受到了 这黑袍女子 这一掌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但是 她还是想试试 这黑袍女子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所以 迪莫面对这一掌 根本就没有闪避 而是 营掌挥了上去 轰然一声 两掌相撞 爆发出 一阵恐怖的 能量涟漪 迪莫挨了这一掌 身形 顿时犹如出塘的炮弹一般 击射而出 直接被一掌轰飞数百里 半空中 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一掌之下 迪莫就已经身受重创 感受到这黑袍女子 这一掌的恐怖威力 迪莫心中 骇然无比 她知道 自己的实力和这黑袍女子 相差 实在太大了 根本就远非 这黑袍女子的对手 在一掌 把迪莫轰飞后 那黑袍女子如影随形而至 又是一掌朝迪莫轰了过去 这一次 迪莫不敢再应接 她手掌一张 一道光芒 从掌尖闪过 瞬间 在她面前形成八道金盾虚影 挡下了黑袍女子的这一掌 轰然一声巨响 黑袍女子这一掌之下 八道金盾虚影 顿时碎裂了七道 剩下的最后那一道金盾虚影 也是布满了裂缝 迪莫见到这一幕 心中更是大害 她手中的这道八盾金服 虽然并非最强版 但也足以抵挡住 半步天尊敬强者的权力一击 想不到 这黑袍女子一掌之下 几乎就已经 把这八顿金服的防御 全部破掉 这黑袍女子的实力 比起她想象中的 都要更加可怕 迪莫立即使用了一道 大挪一道符 拉开了自己 和黑袍女子的距离 然后手一挥 面前出现了 数十具 一尊敬巅峰的傀儡 这数十具 帝尊敬巅峰的傀儡 是这次 她到川山郡城来 给牧云亭等 幽黄阁弟子当护卫 初间就特意赠给她的 以增强她的实力 姨莫操控着 数十具 帝尊敬巅峰的傀儡 朝着那黑袍女子 围杀过去 这黑袍女子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 是这数十具 帝尊敬巅峰傀儡的对手吧 这些帝尊敬巅峰傀儡 可是由修炼了黑林魔体的 按摩与帝尊敬巅峰的 舞者的尸体 炼制而成的 实力比起 普通的帝尊敬巅峰舞者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那黑袍女子 见到这一幕 顿时冷笑一声 手掌一翻 手中出现一个玉瓶 她把玉瓶打开 手一招 在真元的牵引下 数十份破甲液 便从玉瓶中飞出来 黑袍女子把这数十份破甲液 悬浮在手掌上空 然后手一挥 这数十份破甲液 便朝那数十具 帝尊敬巅峰傀儡飞去 狄默见到这一幕 心中一沉 安叫一声 不好 想要操控那些 帝尊敬巅峰傀儡 避开那些破甲液 只是 那些破甲液的来势 何等迅速 还没等狄默反应过来 那些破甲液便已经落在了那些帝尊敬巅峰傀儡的身上 在破甲液的消融下 这些帝尊敬巅峰傀儡身上 那些黑色鳞甲 很快便已经被破甲液消融一空 黑袍女子手掌一张 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剑 身形一闪 犹如闪电一般朝那些帝尊敬巅峰傀儡射去 一阵冷冽的剑光闪过 数十句被破甲液消融了黑色鳞甲的帝尊敬巅峰傀儡 便已经在这冷冽的剑光下 被切成了碎片 没有了黑色鳞甲护体的帝尊敬巅峰傀儡 在这黑袍女子的剑光下 居然不堪一击 狄默见到这一幕 顿时忍不住一阵头皮发麻 密码 这娘们儿为是太恐怖了 亏她之前居然还想着和这娘们儿硬拼 还好 这娘们儿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对她出见 否则估计她此时尸骨早凉了 数十句珍贵无比的帝尊敬巅峰傀儡 就这样被解决掉 一抹心中顿时只觉一阵滴血 只是她很快就顾不得心疼了 因为那黑袍女子在解决掉 数十句帝尊敬巅峰傀儡之后 又朝她扑了过来 狄默见到这一幕 深深吸了口气 手掌一番 顿时取出了数块火红色晶石 一把朝那黑袍女子扔了过去 本来狄默是不想使用荒谷炎爆符的 毕竟如今玄剑宗已经没有荒谷炎爆符的存货了 用一块就少一块 下一批的荒谷炎爆符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呢 而这些荒谷炎爆符是她以前用战功兑换来的一些存货 所剩也不多 只是这黑袍女子来势汹汹 逼得她不得不用 否则 她今天的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下来 一幕此时心中后悔到了极点 早知道刚才在使用大挪移道符的时候就直接远距离挪移逃命了 也不至于后面直接浪费这么多珍贵的宝物 数十具地尊敬巅峰傀儡 再加上数块荒谷炎爆符 这一波真是快到姥姥家了 也不知道得赚多少的战功才能够赚回今天的损失 那黑袍女子见到这几块火红色晶石起来 脸色顿时不由俱变 她再也顾不得继续追击狄魔 身形骤然急剧暴退 她很清楚 这些火红色晶石究竟拥有何等可怕的威力 根本不敢去应接 轰然一声巨响 那数块火红色晶石爆炸开来 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球冲天而起 恐怖无比的爆炸威能掀起一阵狂暴无比的气浪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朝四周席卷而去 那黑袍女子由于闪避的快 倒是没有被那爆炸的余威波及得太厉害 只不过当眼前的巨大火球消散之后 那名追踪她的男子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显然是趁着刚才那爆炸的火球遮掩 趁机跑了 等到周围的爆炸余威彻底平息之后 黑袍女子目光扫视了四周一眼 为了防止再遭到别人的追踪 这一次 黑袍女子取出了一道密宝捏碎 密宝捏碎后 一道光芒笼照住黑袍女子的身影 一阵空间波动过后 那黑袍女子便已经在原地消失 再也难以追寻到丝毫踪迹 在黑袍女子消失不久 一末再次从一处天空中显出身形来 刚才他借着那巨大的爆炸余威远离了那黑袍女子 却并没有就此离去 还想着继续追踪这黑袍女子 看寻出这黑袍女子的真正身份 但是有了一次教训之后 这黑袍女子形势便谨慎了许多 这次他借着密宝之间挪移离开 一末想追踪也追踪不了 在骚尸了周围一眼后 一末便掉头返回了川山郡城 怎么样 我记性有没有什么异常 他拿到一千份破甲业后 是干什么去了 见到一末回来后 莫云廷便连忙问道 这一次的行动 一末差点栽了一个大跟头 而且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这让心高气傲的迪末 为师不太愿意提起此事 但是莫云廷也是暗夜营的重要人物 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发起的 他有权知道此次行动的始末 所以迪末即使再不情愿 也只能把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 莫云廷听完迪末的讲述之后 感觉此事非同小可 便和迪末商量了一下 最终把此事汇报给了楚剑丘 迪末作为暗卫的首领 如今在暗夜营的地位 不比薛丽严差多少 理论上两人是平级的存在 薛丽严的暗夜营更多的是负责情报的大探 而迪末的暗卫则主要负责 对重要人物的保护 对敌方重要人物的刺杀 所以迪末这种级别的人物 相关的情报是直接向楚剑丘汇报的 而不用经过薛丽严 当然 在事后 迪末也必须和薛丽严的暗夜营 做情报共享 补充完善暗夜营的情报信息 楚剑丘在收到迪末和沐云廷汇报的消息后 思索了一阵 也没有找到什么头绪 便把此事转告给薛丽严 让他查找一下有关这名黑袍女子的信息 薛丽严立即和暗夜营的高层全力调查此事 最终把那黑袍女子的行踪锁定在了 丰元皇城西北方向四五百万里之处的群山中 这名黑袍女子虽然在最终摆脱迪末的时候 用了密宝进行挪移 但是他前往川山郡城的时候 却毕竟不能抹除掉所有的踪迹 不过 即使以暗夜营的强大情报网络 最终也只是锁定了这黑袍女子的大致范围 却无法精准找出这黑袍女子的具体位置 在得到调查结果后 薛丽严便问楚剑丘 要不要加大力度 在那一片区域寻找这名黑袍女子 楚剑丘思索了一阵之后 最终还是让薛丽严暂时把此事放到一边 一名帝尊敬巅峰的舞者 还不值得玄剑宗花费如此巨大的力气去关注 现在玄剑宗最主要的精力 还是得放在对付暗魔王朝上面 这黑袍女子虽然有点诡异神秘 但是区区一名帝尊敬巅峰的舞者 让她再折腾也翻不起多少浪花来 至于这黑袍女子是不是按摩玉的奸细 会不会拿着一千份的破甲液交给按摩玉 从而让按摩玉研究出破解之法 楚剑丘根本就不担心这种事情 她既然决定公开出售破甲液 就不怕按摩玉想办法拿到破甲液 因为这种事情根本就避免不了 即使按摩玉要研究破甲液的解药 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而枫元王朝的边军和众多的枫元学工舞者 在得到破甲液之后 却不会留给这么多时间 给按摩玉来慢慢研究 她已经把破甲液的价格降到了这么低 无论是枫元王朝边军的官方 还是那些将领私下里 都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破甲液 若是在这种情况下 枫元王朝都还抓不住机会的话 那她也无话可说了 在狄默和沐云亭汇报此事不久之后 吴敬秀也发来讯息 向他说了一下此事 而且吴敬秀还特意因为此事向他道歉了 楚公子 真是对不起 我这也是为了救我堂姐 楚剑秋在收到这讯息的时候 心中顿时不由一乐 想起吴碧曼那娘们 以前可没少对自己张牙舞爪 顿时故意地说道 那你应该让吴碧曼亲自来向我谢罪 楚公子 此事毕竟是我做的 你要处罚 就处罚我吧 无论是什么处罚 我都心甘情愿 吴敬秀心中一急 急忙传讯 说道 楚剑秋见到 吴敬秀真的交集起来 顿时也没有继续逗他 算了算了 不就是一千份破甲液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这破甲液既然是你花钱买的 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也管不着 如果你心中真的过意不去的话 可以送个一亿七品零食 一死一死一下 吴敬秀在收到这条讯息时 脸色顿时不由一将 开口就是一亿七品零食 真以为一亿七品零食 是什么烂大街的东西 他虽然在远古遗址秘境中 得到的机缘不少 但是一亿七品零食 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 这家伙的贪财 还是一如既往的死性不改 见到楚剑秋说到这个份上 吴敬秀也就放心了 这表明这件事情 并不是多么严重 他自然不会真的像楚剑秋所说的那样 真的送去一亿七品零食赔罪 他又不是傻子 岂能当这种冤大头 在玄剑宗给破甲叶大降价 并且在西长郡和川山郡 开设幽黄阁分殿后 丰元王朝开始对暗魔王朝大军 发起了全面反击 丰元王朝边军拥有了破甲叶 这样一件大杀器 原本在战场上拥有巨大 无比优势的黑林魔体 此刻恰好成为了 暗魔王朝大军的索命无常 经过两三个月的反攻 暗魔王朝大军被彻底 赶出了丰元王朝境内 而且就连远古遗址 秘境的空间通道入口 都再次被丰元王朝大军占领 直到退回暗魔王朝的边境县内 依靠城池的阵法防御 破甲叶起不了很大作用 这才抵挡住 丰元王朝的进攻 在这两三个月的战争中 因为破甲叶的原因 暗魔王朝大军的损失 不是一般的严重 要不是 他们还有魔灵国 可以源源不断地 制造尊者境大军 他们估计都会直接被打残 战龙尊者 在把暗魔王朝大军 赶出丰元王朝境内 并且占领了远古遗址秘境的入口后 并没有继续攻打暗魔王朝的疆域 经过和暗魔王朝一场又一场的大战 虽然这次 丰元王朝凭借破甲叶 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丰元王朝也差不多 到了弹尽粮绝之境 不但几乎所有的家底 全部都用来向玄建宗 购买战阵甲兵 疗伤丹药和破甲叶等占领物资 而且本身大军在战争的过程中 折损也非常严重 就连丰元学宫的参战弟子 也差不多死伤过半 在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后 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继续打下去了 最为关键的是 丰元王朝也没有钱继续维持这场战争 最终能够支撑到夺回远古遗址秘境入口的控制 这已经是战龙尊者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玄建宗原本在打了平潭郡城的那几场战争后 虽然取得了巨大无比的胜利 但是也烧掉了大量的资源 这几场战争打下来 也差不多把玄建宗的家底给打没了 事后夏幽黄和户部众人经过一番核算 总结出平潭郡城的那几场战争 所消耗的各种资源加起来 超过一百五十亿七品零食 不说其他方面的消耗 光是经验破山弩 前前后后就烧掉了六七十亿的七品零食 打了那几场战争后 玄建宗也没有多少存粮了 不过这几个月来 玄建宗通过出售破甲业 却又赚了不少钱 恢复了不少元气 而玄建宗所赚的钱 都是丰元王朝的大军 以及丰元学宫的弟子的 玄建宗倒是恢复了不少元气 但是丰元王朝却是几乎从上到下 都被搜刮了个一干二净 如今的丰元王朝用一穷二白来说都不为过 此时的丰元王朝是真的已经支撑不起 再打一场大战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安摩王朝在缩回了自己的边境线之后 两大王朝之间的边疆疆域 才算是暂时恢复了平静 战龙尊者除了在刚刚击退 暗魔王朝大军的那一波 乘胜追击到暗魔王朝的边境之外 就再也没有率领大军进攻过 暗魔王朝 暗魔王朝的边境城池内 瞻太红这眼睛犹如疯了一般怒吼道 这一次暗魔王朝的彻底战败 损失惨重无比 完全就是因为 楚剑丘和玄剑宗的原因 若是没有楚剑丘和玄剑宗的阻拦的话 平潭郡城早就被攻陷了 风元王朝早就被覆灭了 若是没有玄剑宗推出的破甲业的话 风元王朝根本不可能 对暗魔王朝造成如此巨大的重创 这一场战争打下来 暗魔王朝损失了差不多 六七十万的尊者经大军 尊师的惨重 简直难以想象 去 启动那枚终极棋子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杀掉楚剑丘 否则 还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詹太红着眼睛 杀鸡森然地说道 若是启动那枚棋子 去刺杀楚剑丘的话 那枚棋子可就要暴露了 以后我们再想攻下风元皇城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确定要启动那枚棋子 燕风看着詹太认真地说道 当初埋下那枚棋子的时候 他们暗魔狱可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代价 那枚棋子可是为了攻打风元皇城的最后时刻 所准备的 你认为 不干掉楚剑丘 我们有机会打到风元皇城 你信不信 等风元王朝恢复元气之后 在楚剑丘这小畜生的支持下 我们连暗魔王朝的相遇都保不住 詹太红着眼睛 脸色漠然地说道 在这场战争之中 楚剑丘对暗魔王朝造成的损失 太过惨重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场战争就是因为楚剑丘一人之力 才完全扭转了整个局势的 楚剑丘对暗魔王朝的威胁 不但比战农尊者要强上无数倍 即使比风元王朝实力最强的 风元皇族老祖风山玄 也同样要强大得多 因为无论是战农尊者还是风山玄 都绝对无法扭转这场战争的结局 也无法做到对暗魔王朝造成如此恐怖的损伤 因为楚剑丘强大的不只是他的个人实力 最关键的是他那层出不穷的诡异手段 若是让楚剑丘继续活下去 他还不知道究竟还会搞出什么样的幺蛾子出来 到时候恐怕整个暗魔王朝都在覆灭在他的手下 况且先不说其他 光是楚剑丘那无人能及的古道天赋 对暗魔王朝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威胁 楚剑丘从进入风元学宫到现在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实力成长就已经达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 若是再让楚剑丘顺利成长几年 谁还能够奈何得了他 估计到那时 即使是御主亲自出手 都拿他无可奈何 可以说 现在是杀死楚剑丘的最后机会了 一旦错过这个机会 恐怕整个暗魔王朝 以后都要寝食难安 眼封听到这话 顿时也不由一阵沉默 因为詹太这话的确就是一个事实 若是不除掉楚剑丘的话 以后暗魔王朝莫说打到风元皇城 恐怕有可能还会自身难保 那名棋子还在闭关中 等他出关之后 我会让人去启动这枚棋子 雁峰说道 当初有关那枚棋子的所有布局 都是他一手操持的 为了使得布局尽量严密 他当初把那枚棋子送到风元王朝之前 还特意封印了他的一部分记忆 让他不至于在平时的行为举止之中 露出破绽 所以在启动那枚棋子 解开那枚棋子的那部分封印的记忆之前 那枚棋子连他自己都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暗魔王朝的一招暗器 而一直都认为自己是风元王朝的人 准确来说 那枚棋子本身就是风元王朝的人 只不过后来被雁峰通过各种手段 挟持至暗魔狱 通过一番培养训练之后 从而使得他成为了暗魔王朝的一招终极暗器 在完成训练之后 雁峰便又亲手把那棋子在暗魔狱的这段记忆给封印了 在那段封印记忆解封之前 那枚棋子也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有过暗魔狱的这一段经历 连那枚棋子自己都认为 自己是风元王朝的人 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瞧得出他的破绽 雁峰通过从魏家那里了解到的情报 这枚棋子和楚剑丘的关系似乎非同一般 若是启动这枚棋子去刺杀楚剑丘的话 成功率将会非常大 此时尽快 楚剑丘活得越久 对我们的威胁越大 战胎面无表情地说道 风元王朝虽然重新占据了远古遗址秘境的空间通道入口 但是却没有敢再派武者进入远古遗址秘境中进行历练和搜集资源 因为在远古遗址秘境的另一边 空间通道入口之处 有着暗魔王朝的天尊敬强者在守着 风元王朝在刚刚再次占领远古遗址秘境的空间通道入口的时候 就派遣武者进入过远古遗址秘境中进行试探 因为在风元王朝占据远古遗址秘境入口之前 暗魔王朝又派遣了最后一批暗魔王朝大军进入了远古遗址秘境中 虽然因为破甲业的原因 暗魔王朝的尊者敬大军损失惨重 但是暗魔王朝的神灵境大军的数量依然巨大 毕竟这次战争中 暗魔王朝那些神灵境大军可是一直都没有参战的 在见到形势不妙的情况下 詹太知道 暗魔王朝有可能保不住远古遗址秘境的空间通道入口了 便趁着最后的时机 把整整三百万的神灵境大军送入到远古遗址秘境中 即使他们暂时因为破甲业的原因失败了 但是远古遗址秘境也不能丢 这三百万的神灵境大军若是在远古遗址秘境中 靠着魔岛上的魔灵果和暗魔之气 全部晋升至尊者境的话 那么这三百万的尊者境大军就是他们暗魔王朝再次反击风源王朝的希望 这一次吃了如此大亏的情况下 詹太和一众暗魔王朝的高层痛定思痛 暗魔王朝之所以攻打风源王朝屡次失败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太极了 每次自以为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足以覆灭风源王朝 但是却每次都因为楚剑丘和玄剑宗的原因而公败垂成 若是没有楚剑丘这个意外的话 他们的确可以攻陷风源王朝 但是有了楚剑丘这个意外 他们就不得不更加谨慎一些 这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太过急躁 以至于自身的力量成长得还不够强大 若是他们的实力已经成长到 所以完全碾样风源王朝的地步 即使楚剑丘这个意外再大 也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行动 如果他们拥有数百万的尊者境大军 即使楚剑丘有再多的阴谋诡计又如何 即使玄剑宗研制出战阵甲兵和破甲业 又如何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下 这一切的阴谋诡计都是白费力气 他们之所以每次都被 楚剑丘的阴谋诡计破坏 就是因为他们的实力还没有成长到 所以完全碾压风源王朝和玄剑宗的地步 这一次丹太和一众暗魔王朝的高层打定了主意 除非他们已经拥有绝对碾压风源王朝和玄剑宗的实力 否则在此之前绝对不再出兵 暗魔王朝不但把那三百万的神灵境大军送进了远古遗址秘境中 而且与此同时还像风源王朝和玄剑宗一样 大力修建起防御长城 以防止风源王朝和玄剑宗的进攻 风源王朝派遣武者进入远古遗址秘境中试探 倒不是被暗魔王朝这新派遣的三百万神灵境大军击退的 而是好几名进入远古遗址秘境的武者 都被在里面的暗魔与天尊境强者所杀 战龙尊者等人没有料到 在这远古遗址秘境的空间通道 都还没有稳固到足以通过天尊境强者的时候 暗魔狱的这些武者居然就赶在里面突破天尊境 他们还真是不怕出不来啊 虽然如今这个空间通道依然还在不断稳固的过程中 但是谁也不知道 这空间通道哪一天就突然停止继续稳固了 一旦这空间通道停止稳固的时候 却还不足以让天尊境强者通过 那么在远古遗址秘境中的突破天尊境的暗魔狱强者 都彻底被困死在这远古遗址秘境中 再也无法出来 这个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毕竟若是被困死在这远古遗址秘境中 即使修为再高又有什么用 他们生活的世界终究还是天武大陆 由于有着暗魔狱的天尊境强者在空间通道的另一边守着 风元王朝无论派多少人进去 最终也只会给暗魔狱送人头 虽然这些暗魔狱的天尊境强者 不敢在空间通道入口附近动手 但是他们却可以等到风元王朝的武者 在远离空间通道入口之后再进行动手 风元王朝的武者进入远古遗址秘境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宝物机缘 总不能一直待在空间通道入口附近 否则进入远古遗址秘境又有何用 面对这种情况 风元王朝一众高层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宝山就在面前 却不敢派人进去 在暗魔王朝大军被彻底击退之后 风元学宫的一众弟子便从前线 开始返回风元皇城 风元学宫集合赶赴前线的弟子 前后一共分为三匹 其中最为惨烈的是和楚剑秋一起 赶赴江峰郡城协防的第一批风元学宫弟子 在那一城守城大战中 那批风元学宫弟子几乎死伤了大半 后面两批赶至川山郡城协防的风元学宫弟子 虽然也死伤不少 但是却远远比不上江峰郡城那场战争的损失惨烈 不过饶是如此 这场战争打下来 风元学宫的尊守经弟子 至少死伤了一半以上 风元学宫这一次是真正的元气大伤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楚剑秋等人也撤出了平潭郡城 毕竟如今战争已经暂时结束 咱们玄剑宗的大军还继续留在平潭郡城 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楚剑秋和玄剑宗大军虽然撤离了平潭郡城 但是物质在平潭郡城周围方圆百里的迷雾大阵 楚剑秋却并没有撤去 这个迷雾大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所布置出来的 楚剑秋可不想轻易撤掉 况且平潭郡城乃是通往南州极其重要的要塞 恶守这样的要塞 无论是对抵挡暗魔王朝大军的进攻 还是提防风元王朝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楚剑秋之所以让玄剑宗从平潭郡城撤军 并不是他就此放弃平潭郡城 而是因为平潭郡城在天与动天的力量浮射范围内 他想调兵致辞 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念头的事 若是把玄剑宗大军继续留住在这里 反倒容易落人口舌 在大意上站不住脚 楚剑秋和风元皇族虽然仇怨极大 但是双方好歹没有彻底撕破脸皮 若是他公然让玄剑宗的大军占领风元王朝的城池 这就相当于真正的把最后一点脸面都撕破了 一旦他这样做 风元学宫都不会站在他这边 甚至风元学宫都还可能和风元皇族站在一起 和他们玄剑宗兵戎相见 楚剑秋可不愿意见到这一幕 玄剑宗如今的实力虽然发展已经足够强大 但是却还不足以和风元学宫与风元皇族相媲美 在大军的实力方面 玄剑宗如今倒是丝毫不弱于风元王朝 甚至都还能够比风元王朝稍胜一筹 经过这几个月时间的战争 楚剑秋从荒谷大陆中带出大量的荒谷气息 在炼化了这大量荒谷气息之下 玄剑宗又增添了数万尊者敬大军 如今 玄剑宗光是尊者敬大军的数量就达到了二十多万 若是再加上巨人族战部的那八万尊者敬 玄剑宗的尊者敬数量更是达到了三十万 如果再算上暗魔王朝投降的那十万尊者敬大军的话 如今 玄剑宗拥有的尊者敬战力已经达到了整整四十万 数量如此庞大的尊者敬大军 即使是风元王朝边军和风元学宫所有尊者敬武者 加起来都远远不能和玄剑宗的尊者敬武者数量相比 而且 在神灵敬大军方面 玄剑宗也达到了一百八十万 在六阶极品战阵甲兵的加持下 这一百八十万的神灵敬大军战力也是极其强大 所以 但论大军的实力方面 玄剑宗已经丝毫不比风元王朝逊色了 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玄剑宗缺的却是高端战力 如今 玄剑宗能够拥有天尊敬巅峰战力的 也就顾清义人而已 他和贡寒运 梁彦玲等人操控七阶夏品战阵甲兵 虽然也拥有不亚于天尊敬巅峰的战力 但是和真正的天尊敬巅峰强者相比的话 还是有不小差距 依靠阵法长城的防御和实力强悍的大军 玄剑宗倒也不怕风元王朝的侵犯 但是这么一来 玄剑宗可就要被困死在南州之地了 至少在他们拥有覆灭风元王朝的实力之前 他们离不开南州 不过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 最关要紧的是 楚剑秋不愿意和风元学宫为敌 他和风元皇族有死仇 但是和风元学宫可没有 作为风元学宫的外门弟子 他对风元学宫还是很有归属感的 而且 在和风元皇族的斗争中 他还需要争取风元学宫的支持呢 有风元学宫的制衡 风元皇族行事才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所以 楚剑秋在行事方面 首先在道义上不能施 这是他获得风元学宫支持的根本 在暗魔王朝大军被彻底赶出风元王朝境内 大败而逃 整场战争暂时结束后 楚剑秋开始在万石城中大摆宴席 庆祝胜利 在庆功宴上 对于在这场战争中立下大功的人 自然也要论功行赏 在回到南州之后 顾清第一时间就跑去见贡南烟 毕竟数年时间不见 顾清心中对贡南烟也是挂念的很 一二 你这是 顾清在见到贡南烟的时候 心中震惊地忍不住 倒抽了口冷气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贡南烟 震惊无比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时候突破天尊镜的 而且还已经突破了天尊镜中期 顾清此时的心中简直震惊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也为师太过匪夷所思了吧 即使他这个曾经和风飞尘那种 风源王朝数十万年难得一见的爵士天才 齐鸣的妖孽 也根本无法做到像贡南烟这样 短短数年时间 居然就从地尊镜巅峰突破到天尊镜中期 没想到吧 老顾 老娘可是半点不比你差的武道天才 顾南烟看着顾清那副震惊无比的模样 顿时得意洋洋地说道 自从他突破天尊镜后 对于这一幕 他可是期待已久 作为顾清的道理 顾南烟一直被顾清那耀眼无比的武道天赋 压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拥有这么一个妖孽无比的道理 顾南烟心中也很是自豪 但顾南烟也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 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至于被顾清落下太多 希望自己在武道修炼上 有一日也能够得到顾清的承认 但是顾清的武道天赋 为时是太妖孽了 无论顾南烟如何努力 不但没有拉近他和顾清之间的差距 反而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 见到这一幕 顾南烟便只能放弃了和顾清较劲的念头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还是希望自己的修为有一天 能够赶上自己的丈夫 得到自己丈夫的承认 所以在楚剑秋赠给他荒骨气息 以及给他布置下建议粹体大振之后 顾南烟心中便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 为了今天这一刻 他可是反复叮嘱过楚剑秋和贡寒运 不能把他已经突破天尊境的事情告诉顾清 此时见到顾清那震惊无比的模样 顾南烟总算是得偿所愿 心中大爽不已 顾清被顾南烟这突飞猛进的修为 震撼得好半赏都回不过神来 待了好半天之后 顾清这才稍稍定了定神 说道 一二 莫非你这是服用了大量的玄尊丹 这才修行得这么快 但是他这话刚说出口 就立即被自己否定了 不对 玄尊丹虽然神妙 但是这仅仅只是对修炼至境界平静的 五折有巨大的作用 即使有大量的玄尊丹 你也不可能修炼得这么快 顾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算老娘 这是因为天总之姿 所以才修为突飞猛进的 顾南烟听到这话 顿时不爽地说道 你是不是因为老娘的修为 都快要赶上你了 所以心生嫉妒 顾清文言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说道 燕儿 你的修炼资质如何 我难道还不清楚吗 就凭你的资质 再给你一百年 你能不能突破天尊镜都还凉说 就更不用说突破天尊镜中期了 你这话糊弄其他人或许可以 拿来糊弄我 你以为我是傻子不成 你 顾南烟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大脑 一身手揪住了顾清的耳朵 他瞪着顾清阴森森地说道 老顾 老娘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 放手一二 赶紧放手 顾清连忙求饶道 同时他目光斜在了远处城头上 炼制战阵假兵的白衣楚剑秋一眼 连忙说道 哎那个 燕儿 还有外人在呢 注意点形象 顾南烟撇了 坐在远处城头上 正在目不斜视 认真无比地 炼制战阵假兵的白衣楚剑秋 冷笑一声 说道 哼 那小子没胆子 来管咱们的事情 况且 那是咱们的女婿 也不算外人 不过 他口中虽然如此说 但还是 放开了顾清的耳朵 虽然他行事霸道 在顾清面前更是蛮横无比 但是 有外人在的时候 他还是很给顾清面子的 毕竟 他们两夫妻私底下如何归如何 但是明面上 还是在维护自己男人的形象 不能在外人面前 损了自己男人的颜面 他刚才之所以那样毫无顾忌地 对顾清出手 只不过是因为他心中 根本没有把白衣 楚剑秋当外人而已 娘子天纵之字 尾师令为夫佩服 为夫今天真是感白下风了 吃过这样的大亏后 顾清自然不能继续作词 连忙陪笑着说道 至于贡南烟这几年修为尽静 如此迅速的原因 过后自己去问问楚剑秋那小子就行了 这事儿十成十和那小子有关 之前 楚剑秋把玄尊丹交给自己的时候 还曾经说过 还有比玄尊丹更加神妙的东西 自己没见过 只不过 当时自己认为 楚剑秋当时是在吹牛 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如今看来 贡南烟修为尽静如此巨大的原因 十有八九 是和楚剑秋当初所说的 比玄尊丹更加神奇的宝物有关了 贡南烟听到顾清这话 也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嗯 算你失去 虽然 顾清这话说的有点言不由衷 但这话听在耳里 他还是觉得心中一阵高兴 顾清在和贡南烟叙旧了一番之后 便转头跑去找楚剑秋了 如今他已经突破了天尊静后期 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坐在风源学宫了 反正 以后有的是时间和贡南烟说话 当然 他找的不是在这阵法长城城头上 练至战阵讲兵的白衣楚剑秋 而是找楚剑秋的本尊去了 毕竟 当着贡南烟的面 去询问白衣楚剑秋此事 这不是当面打贡南烟的脸吗 他可还没有活你 啊 你说贡前辈修为突飞猛进此事啊 这也不是多大的秘密 就是炼化了荒谷气息而已 楚剑秋取出了一缕荒谷气息 扔给了顾清 一脸风轻云淡地说道 在顾清协助全剑宗大军 镇守平潭俊成的这几个月里 楚剑秋也没有把荒谷气息给他 这一来是因为 以顾清现在的修为 要想突破到天尊敬巅峰 所需要耗费的荒谷气息的数量 实在太过庞大了 能够支持顾清突破天尊敬巅峰的荒谷气息 都能够制造出数万尊者敬大军了 而数万尊者敬大军 通过七阶下品战阵甲兵的配合 所发挥出来的战力 可比顾清更加强大 在这种重要的时候 楚剑秋自然需要 把荒谷气息的利用最大化 以最大程度的增强玄剑宗的实力 然而来是因为 顾清刚刚突破天尊敬后期 这段时间他最需要的是稳固境界 而不是继续增长修为 既然顾清短时间内 不可能再突破一重境界 楚剑秋也就没有在这种关键时刻 把荒谷气息浪费在他身上了 而现在和暗魔王朝的战争已经暂时结束 没有了暗魔王朝的威胁 楚剑秋也就没有那么急着 去提升玄剑宗大军的实力 自然也要开始把荒谷气息给顾清炼化了 毕竟如今顾清可是玄剑宗最为强大的高手 顾清接过楚剑秋扔过来的荒谷气息 感受到这股荒谷气息 那种苍茫远古的玄妙气息 信中再次大吃以惊 虽然他还没有炼化这缕荒谷气息 但是从这股荒谷气息 所散发出来的气象来看 就知道这东西极其不凡 这荒谷气息是什么东西 就是它使得燕尔这几年来的修为突飞猛进的 顾清看着楚剑秋问道 你把他炼化之后就知道了 不但是贡前辈 像贡师姐 风飞渊和张师兄他们 之所以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都是靠他 楚剑秋说道 顾清闻言顿时也没有再废话 直接把手中的这缕荒谷气息 吸收进体内开始炼化 以他这样的绝顶强者 炼化一缕荒谷气息 自然还不至于去闭关 不过即使以顾清天尊敬后妾的修为 而且还是武道资质极其逆天的绝世妖孽 炼化一缕荒谷气息也依然花费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在炼化这缕荒谷气息之后 顾清才真正知道 这荒谷气息究竟是何等逆天的宝物 他活了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见过 比这荒谷气息更加逆天的天才地宝 有了如此逆天的宝物 怪不得贡南爷能够短短数年 不但完全修复了按摩窟引毒给他带来的隐患 而且还接连突破数重境界 达到了天尊敬中气的修为 若是他拥有足够的荒谷气息 他都能够有把握在一年时间内突破到天尊敬巅 楚兄弟 多谢了 顾清在炼化荒谷气息后 将楚剑秋深深行了一礼 郑重无比地道了一声谢 一缕荒谷气息而已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楚剑秋摆了摆手 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向楚兄弟道谢 不是为了这一缕荒谷气息 而是感谢楚兄弟对烟儿和韵儿的照顾 顾清认真地说道 在炼化了这一缕荒谷气息之后 他很清楚这荒谷气息的珍贵 至少在他的见识中 还没有发现任何的天才地宝 能够与荒谷气息相比 任何一名舞者在得到如此珍贵的荒谷气息后 估计第一时间都是紧紧藏着 担心别人的发现 而更不用说拿出来去送给别人了 而楚剑秋拿出来给供南烟的荒谷气息 居然让供南烟一直突破到天尊镜中期 楚剑秋在供南烟身上 所花费的荒谷气息数两之巨 可想而知 再加上楚剑秋之前 数次救过他的女儿的性命 历经艰难从远古遗址秘境中 取得生命原业救活他的妻子 楚剑秋对他一家子的恩情 他顾清简直是粉身碎骨 都难以为报了 哎 老顾 你这就见外了 而且贡前辈和贡师姐获得的荒谷气息 那可不是白给的 而是要拿战功来兑换的 玄剑宗仍仍如此 也并不是只有贡前辈和贡师姐 才有这样的待遇 就算你老过以后想要得到荒谷气息 那也必须再拿战功来兑换 我玄剑宗内可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人 楚剑秋笑着说道 顾清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愣 他看着楚剑秋有些不可思议的说道 难道楚兄弟这荒谷气息还能够无限供应 这个怎么说呢 这荒谷气息既可以说是可以无限量供应 也不能说是无限量供应 说是能够无限量供应 这是因为这荒谷气息 我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 说不能无限量供应 是因为我每次所获得的荒谷气息的数量 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荒谷气息在我玄剑宗内 那也是紧俏活 只有立下足够战功的人 才有资格兑换这荒谷气息 楚剑秋说道 那这么说 以后我也可以获得荒谷气息了 顾卿听到楚剑秋这话 眼睛顿时不由一亮 如果楚剑秋这荒谷气息是有限的 他自然不好意思去问 楚剑秋要这荒谷气息 毕竟楚剑秋对他们一家子的恩情 已经够大了 他脸皮在后 也不敢向楚剑秋伸手 做要如此珍贵的保无资源 但是这荒谷气息 楚剑秋确实可以无限制地获得 那他也就不必和楚剑秋那么客气了 顾卿此话刚落 一道青色身影 以快捷无伦的速度 迅速无比地闪了过来 那青色身影在落到楚剑秋的身边后 骤然一个悬停 落在楚剑秋的肩膀上 却是一只小青鸟 小青鸟在枫原学宫保护骆指云 左丘连竹和崔雅云等三人的那段时间 和骆指云的关系挺不错 所以在崔雅云等藏经阁弟子 从枫原学宫回来后 小青鸟也经常会跑到玄剑宗的藏经阁 去找骆指云玩 这次他刚从玄剑宗藏经阁那边回来 就听到顾卿说什么荒谷气息的事情 小青鸟瞬间就炸毛了 他落在楚剑秋的肩膀上 红着眼睛 死死的盯着不清 身上羽毛根根倒树 一副如林大泥的样子 楚剑秋手中的荒谷气息 本来就是抢手货 在玄剑宗中经常供不应求 即使他立下了大量的战功 想要得到荒谷气息 那也带排队 荒谷气息涉及到 他的血脉进阶和大道成就 以后他能不能最终进阶成凤凰 就看楚剑秋手中的荒谷 气息了 如今他见到 顾青刚刚来到玄剑宗 就要打他的荒谷气息的主意 小青鸟岂能不怒 立即就把顾青 拉进了他的黑名单中 不但只如此 小青鸟还用神念传音 对吞天虎叫道 春虎 有人要来抢我们的荒谷气息 赶紧过来 虽然他和吞天虎不对付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吞天虎必然和他站在一起 顾青好歹也是一名天尊敬后气的决定强者 他一个人估计对付不来 把春虎拉上也就有把握得多了 谁 谁的妈的敢来抢虎爷的荒谷气息 他妈的 是不是活腻了 吞天虎在听到小青鸟的神念传音后 立即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 本来他此时正在躲避楚青秋的搜捕的 自从返回南州后 吞天虎便一直和楚青秋在斗智斗勇 楚青秋想把吞天虎找出来 而吞天虎则是千方百计地避开楚青秋的搜捕 他可不想落入楚青秋的魔爪之中 不在楚青秋的手中 他在玄剑宗可以横行武器 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一呼百应 何等威风 而一旦落入楚青秋的手中 那日子简直是惨不忍睹 思之让人胆寒 为了躲避楚青秋的搜捕 吞天虎最近可是低调得很 连玄剑宗的军营都很少去 但是他躲在万石城中 能够躲得过楚青秋的搜寻 却躲不过小青鸟的耳目 毕竟以小青鸟的神魂之强大 一念之间就能够覆盖整个万石城 想找到吞天虎 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此时吞天虎在听到小青鸟的神念传音之后 顿时都顾不得会不会被楚青秋发现了 立即从蛇伏的地方跑了出来 虽然作为吞天虎 他能够吞食万物而成长 但是荒谷气息却是任何天才地宝 都比不上的宝物 对他的成长同样拥有巨大无比的意义 吞天虎在跑过来之后 发现小青鸟口中要抢他们荒谷气息的人 居然是顾青 顿时歪着大脑袋贴了顾青一眼 说道 老顾你这很不地道 刚来玄剑宗就要抢虎爷的黄谷气息 不知道南州是虎爷的地盘吗 楚剑秋见到这夯货一副江湖老大的样子 顿时忍不住一个板栗敲了过去 没好气地说道 青儿在这瞎胡闹 你也跟着起什么后 听到楚剑秋这话 吞天虎立即就怂了 顿时闲着脸满脸陪笑地说道 老大 俺这不是和老顾开玩笑吗 当不得阵 老顾 你说是不是 顾青虽然和吞天虎接触不多 但是却也很清楚这头蠢虎的尿性 自然不会和这夯祸一般见识 蠢虎 你也太闹了吧 你这怂祸 真是没卵的怂胆 你还是个男人不 小青鸟见到吞天虎这么快就怂了 顿时气地包跳如雷地大骂道 行了行了 青儿 你瞎胡闹个什么劲 楚剑秋一把抓住了 在他肩头上跳脚不已的小青鸟 一脸无语地说道 老顾也是我们玄剑宗的供奉 自然也有资格得到荒谷气息 你也别瞎嚷嚷了 以后我保证给你的荒谷气息足量供应 这行了吧 小青鸟听到这话 眼睛不由一亮 顿时也不跳脚了 他连忙说道 楚剑秋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你可别说话不算话 楚剑秋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我说给你荒谷气息足量供应 自然就会给你足量供应 当然 这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你有足够的战功来兑换 若是预知的话 那就得排队了 本姑娘还以为 你这剥皮转性了呢 害得本姑娘白高兴一场 小青鸟听到这话 顿时撇了撇嘴 说道 不过 楚剑秋能够这样承诺他 他心中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 以前即使他拥有足够的战功 将要得到荒谷气息 却同样也得排队 现在有足够的战功 就不用排队了 只是预知的时候 需要排队 这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楚剑秋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黑 他甚至谈了谈 小青鸟的脑袋 恼火无比地说道 你这小傻鸟 刚才说什么呢 信不信老子断了 你的荒谷气息公影 楚剑秋这个威胁 对小青鸟的杀伤力 还是很大的 楚剑秋此言一出 小青鸟立即就消停了 他嘟囔了一句 道 楚剑秋 本姑娘就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用得着这么较真吗 真是小心眼 楚剑秋闻言脸色顿时不由黑如锅底 他实在不愿意和这小傻鸟扯下去了 随手一扔 把手中的小青鸟丢了出去 没好气地说道 去去 自己一边玩去 别来这里烦老子 在顾青的面前 被这小傻鸟这样怼 让楚剑秋尾时感觉 很是没有面子 吞天虎见到 楚剑秋生气了 顿时也不敢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向楚剑秋说了一声道 老大 安爷有事 俺就先走了 说着 转身一溜烟 跑得没影了 在小青鸟和吞天虎离开后 顾青便也跟着告辞离开了 以后他也算是玄剑宗的人了 自然得好好了解一番玄剑宗 在小青鸟 吞天虎和顾青相继离开后 楚剑秋不由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额头 随着玄剑宗的发展越来越强大 高手越来越多 对荒谷气息的消耗也越来越大 光靠灵尊虎每次带来 一百缕的荒谷气息 为师已经供不应求 好在 随着混沌之尊塔第十八颗青斗的点亮 它进入荒谷大陆的时间间隔 已经缩短为三天 否则 荒谷气息的供应还会更加紧俏 如今 想要提升荒谷气息的获取速度 只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继续点亮 混沌之尊塔的第十九颗青斗 一个是炼制出和灵尊虎效果相似的法宝 能够在荒谷大陆中自动收集荒谷气息 但是这两个方法都并不容易实现 点亮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第十九颗青斗 这可是需要整整八十一亿九千二百万 七品灵尸的能量 虽然 第十九颗青斗在吸收九溪大陆魔岛上的按摩支器之后 已经被点亮了十分之一 但是 要想彻底点亮 也还需要七十多亿的七品灵石 如今玄建宗经过和按摩王朝打的那几场战争 消耗巨大 已经没有几个余钱 虽然 通过出售战阵甲兵和破甲业赚回了不少 但是 所赚取的钱都是风源王朝 要么用风源学功的珍藏典籍来兑换的 要么是用矿脉来换取的 这些东西的价值虽然不菲 但是 毕竟不是七品灵石 玄建宗如今的七品灵石储备 实在太少了 莫说去供应他点亮混沌之尊塔第十九颗青斗 要维持玄建宗的日常运行 都有点捉襟见肘 楚剑秋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向玄建宗的户部伸手 而第二个 炼制出和灵尊湖相似的法宝 这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灵尊湖乃是由灵尊宝玉炼制而成 灵尊宝玉这种天才地宝 天然具有聚拢天地灵气的作用 所以才能够在荒谷大陆中聚拢荒谷气息 把荒谷气息收集起来 而灵尊宝玉这种珍惜无比的天才地宝 可遇而不可求 要想再次得到这种宝物 这可不单单只是有钱就行了 还需要看运气 看来来找个机会 再去九溪大陆的魔岛一趟了 目前点亮混沌之尊塔第十九颗青斗 最为快捷的方式 就是跑到九溪大陆的魔岛上 用混沌之尊塔吸收其中的按摩之气 但是目前按摩与留守在魔岛上的强者 已经有不少舞者突破到了天村井 此时的魔岛比以前危险无数倍 要想再前到魔岛上收割按摩之气 还是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需要慎之又慎 而在点亮混沌之尊塔第十九颗青斗之前 荒谷气息还是得省着点用 目前玄建宗暂时没有战争的风险 而且玄建宗的大军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就不必要那么急着再用荒谷气息 去快速制造出那么多的尊者将大军了 先把玄建宗各大军营的荒谷气息供应 停上一停 暂时把这些荒谷气息集中来 供应给顾青 贡南烟 苍原道人 吞天虎和小青鸟 这些天村井战力 尽快提升这些天村井强者的实力 接下来和风元皇族的交锋中 这些天村井强者的实力 显然会更加重要 毕竟在和风元皇族彻底撕破脸皮之前 双方不大可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更大的可能是这些顶尖战力之间的交锋 顾青在告辞楚剑秋刚刚离开万石城 打算到其他地方逛挡的时候 所以忽然见到眼前一道轻盈一闪 一只小青鸟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 而和小青鸟一起跑过来的 还有一只呆萌可爱的大白猫 不过那头大白猫在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顾某是觉得他现在的样子不够威风 于是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头身高丈许的大白虎 两位拦住顾某的路 这是有何贵感 顾青见到这一幕 顿时笑着问道 顾的 本姑娘今天可要跟你说清楚了 你不允许和本姑娘抢荒谷气息 小青鸟翅膀一指 气势汹汹地说道 不错 老顾 这可是虎爷的地盘 你得上道点 来到虎爷的地盘上 你也不先来和虎爷拜山头 你只是不把虎爷放在眼里 昆天虎也是俯视着顾青 很是神气地说道 他这番和小青鸟跑过来 倒不是为了威胁顾青 不让顾青和他抢荒谷气息的 毕竟老大已经说了 顾青也是玄剑宗的人 他也有资格得到荒谷气息 昆天虎对于楚剑丘的决定 将来都不会反对 所以不会像小傻鸟那样 脑子抽筋 还揪住此事不放 他这番过来 是要给顾青一个下马威的 要让顾青认识到 玄剑宗是谁的地盘 若是能够把顾青收为小弟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威风 但是顾青可是天尊敬后妾的决定强者 他一个人没把握干得过顾青 所以趁着小傻鸟来找顾青麻烦的时候 便也跟着一起过来 他和小傻鸟联手 应该能够压着顾青几分 两位 这可是楚兄弟决定的事情 可不是我非要抢两位的慌顾气息 若是两位不满的话 可以去找楚兄弟说去 顾青笑着说道 姓顾的 你这是不打算听本姑娘的话了 小青鸟听到这话 顿时怒气冲冲地说道 不错 老过 你这是不服气的节奏 吞天虎犬坐在顾青的面前 伸出一只巨大的爪子 搭在顾青的肩膀上 低头俯视着顾青 满是威胁地说道 顾青听到吞天虎这话 顿时不由觉的 有几分好笑 这么两头帝尊敬巅峰的灵兽 居然敢威胁自己 一个堂堂天尊敬后妾的强者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胆子如此大的灵兽 不服又怎么样 顾青顿时双臂还胸 笑着问道 顾青常年闭关 又没有见过吞天虎和小青鸟的出手 根本就不知道 小青鸟和吞天虎的具体实力 虽然他隐约也听说过 楚剑秋身边的两头灵兽很不简单 但是顾青却不相信 这两头区区帝尊敬巅峰的灵兽 会是自己的对手 不服 老过 你这是想干将 吞天虎咸腻了顾青一眼 说道 姓顾的 老没有胆子 随本姑娘过来一趟 小青鸟听到吞天虎这话 顿时也是向顾青发出了约驾的威胁 安平他自己一人 是没有把握打得过顾青的 但是 加上蠢虎的话 还是有几分胜利的把握的 不知道青儿姑娘要带顾某去哪里 顾青听到这话 顿时也来了兴致 你跟本姑娘过来就知道了 怎么样 敢不敢 有没有这胆子 小青鸟挑劲道 好 顾青顿时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下来 他也想看看 这两头灵兽 究竟想干什么 而且 小青鸟和吞天虎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也不能不答应 小青鸟身形一闪 朝着万石城的镇法中枢那边飞了过去 吞天虎和顾青两人跟在他的身后 也来到了万石城的镇法中枢这边 镇法中枢那边的守卫见到三人 顿时向三人行了一礼 让三人进去 无论是小青鸟 吞天虎 还是顾青 可都是在可以随意进出镇法中枢的名单之内 他们三人进出镇法中枢 根本不用事先获得通行令 所以 镇法中枢这边的守卫 根本不会阻拦三人进出镇法中枢 小青鸟进入镇法中枢后 一翅膀飞进了那个通往松泉秘境的跨界传松阵中 一阵光芒闪过 他的身形便已经在跨界传松阵中消失不见 吞天虎跟在小青鸟的身后 进入这个跨界传松阵中 接着也被跨界传松阵送走 悟青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一阵暗自嘀咕 这两货不会故意坑自己吧 毕竟 这个跨界传松阵 他可从来没有进去过 也不知道 这个跨界传松阵究竟是通往何方 顾青在想了想后 最终还是迈步 走进了那个跨界传松阵中 一道光芒一闪 顾青身形瞬间在原地消失 下一刻 他便已经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城池中 顾青从跨界传松阵中走出来 发现这个陌生的城池 灰红无比 里面居住的居然全都是巨人族 他感受了一下这片天地的气息 很明显 这里已经不在南州境内 也不在丰元王朝境内 甚至不在天舞大陆境内 喂 姓顾的 在那里愣着干什么 有种跟本姑娘过来啊 小青鸟见到 顾青站在那里不动 顿时回过头来 对顾青叫道 顾青闻言顿时笑了笑 身形一闪 跟在小青鸟和吞天虎身后 向着城池外面飞了过去 小青鸟和吞天虎 带着顾青飞出了黑山城 朝着松拳秘境的西荒域方向飞去 他要和纯虎联手教训一顿顾青 自然不能让楚剑秋知道 而对付顾青这样的天尊敬后期强者 三人之间的交手的动静 势必是惊天动地的 无论是在南州 还是松拳秘境 东山域 这都是玄建宗的地盘 在这两处地方交手 可难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到时候 想瞒过楚剑秋的话 那可不容易 而松拳秘境的西荒域 不但江域比东山域 庞大百倍不止 关键是 这里玄建宗还没有正式开发 目前 在西荒域中 暂时还没有 玄建宗的人员在这里助手 即使他们在西荒域这边 打得天崩地裂 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小青鸟一直带领着 吞天虎和顾青 朝松拳秘境西边 飞了将近五千万里的距离 再才停了下来 五千万里的距离 对于他们这样的强者来说 也就一个时辰的路程 吞天虎四周打亮了一眼 感觉这里的环境有点熟悉 在昊生回响了一番之后 吞天虎再才想起 这里不就是当初他和老大 第一次见到小傻鸟的地方吗 当初小傻鸟在这里正和一头头雾 差点打出狗脑子来 最终两者两败俱伤 那头重伤的头雾 填移了他 而小傻鸟则是被老大收服 成为了老大的小弟 小傻鸟 你怎么把战长卷在了这里 你就不怕冲倒覆辙 再次被打出狗脑子来吗 吞天虎侧着脑袋 贴了小青鸟一眼 说道 小青鸟闻言 全身顿时不由一将 他转头怒视了吞天虎一眼 恼火无比地说道 春国 闭上你的臭嘴 本姑娘这是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当初他在这里 和那头陶雾为了争夺五行灵业 进行殊死一战 最终差点就来了个同归余计 那一战 他最终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由于受伤太重 境界修为也因此大跌 直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恢复 那一战之前的修为呢 不过 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恢复 当初和那头陶雾一战 跌境之前的修为 但是在实力上 却已经有所超越了 他目前虽然只是恢复到 地尊境巅峰的修为 但是 由于血脉 接连进阶了三次 而且 炼化了大量的 荒谷气息 同阶战力 今非昔比 虽然修为上还没有恢复至巅峰时期 但是战力上却已经比以前巅峰时期的实力 更加强大了 小青鸟说着 顿时身形一晃 瞬间化作一头身长百里的青色巨鸟 两翼展开 犹如两片庞大无比的垂天之云 这头青色巨鸟 拖着长长的围语 浑身散发着恐怖无比的围扬 看起来既漂亮 又令人震撼无比 那头青色巨鸟 两头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 声音穿云裂时 直上就消 清雇的 准备迎接本姑娘的怒火吧 那头身形庞大无比的 青色巨鸟 口吐人言 威延而宏大的声音 传遍百万里疆域 犹如浩荡天威一般 吞天虎见到这一幕 顿时也不甘示弱 身形一晃 也化作了一头身长两万丈的 白色巨虎 这头庞大无比的白色巨虎 头顶天 脚踏地 两只巨大无比的眼睛 犹如湖泊一般 身上散发着恐怖无比的胸眼 这只白色巨虎 也是仰天发出了一声 震动山林的虎啸 在这两头巨兽 凶微的摄伏下 附近所有的凶兽 顿时都不由 一阵瑟瑟发抖 无数凶兽 纷纷朝着四面八方 疯狂地奔逃 因为 刚才无论是 小青鸟的那声鸣叫 还是吞天虎的虎啸 都是意味着 这两头恐怖无比的凶兽 接下来将会发生一场 可怕无比的战斗 这种级别的战斗 一般的凶兽 只要被战斗的余波 稍微搏击一下 加场就是一个死 父亲看着 这两头身形庞大 无比的凶兽 瞳孔骤然一缩 脸色也终于凝重了起来 这两头凶兽 很显然不是一般的凶兽 而是拥有远古 一种血脉的 远古凶兽后裔 那头青色巨鸟 很明显就是传说中的青鸾 而吞天虎 光是这个名字 就可以知道 它的来历是何等的不简单 老过 现在投降的话 还来得及 否则 东下可就莫怪火爷 手下不留情了 事前说好了 被揍了 可不能找老大打小报告 吞天虎嗡声嗡气地说道 玄剑宗在筹备好庆功宴之后 楚剑秋却发现 胡青 吞天虎和小青鸟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楚剑秋用通讯御符 给三人发讯息 却发现 这三人都接收不到 他发出去的讯息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就黑了 妈的 这三伙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三人同时都接收不到讯息 这表明 这三人都不在南州 甚至都不在天舞大陆 这三人同时消失 这让楚剑秋心中 不由升起几分不妙的感觉 他立即通过 暗夜营调查三人的去向 通过暗夜营的调查结果 楚剑秋得知 这三人全都跑到 松泉秘境去了 妈的 这三个不省心的家伙 楚剑秋得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不由暗骂了一声 立即动身 前往松泉秘境 来到黑山城后 楚剑秋找到 驻守黑山城的 暗夜营弟子 了解到 顾青三人 往西荒域方向去了 楚剑秋听到这个消息后 脸色更是发黑 这三个混蛋 可别给他 弄出什么幺蛾子来猜好 楚剑秋没有犹豫 立刻动身 朝西荒域方向飞去 西荒域至今都没有经过 玄剑宗的开发 可以说还是一片未知之地 即使如今 玄剑宗的实力 已经今非昔比了 楚剑秋对松泉秘境的西荒域 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无论是吞天虎还是小青鸟 亦或是当初和小青鸟大战的陶雾 这都是来头极其不简单的远古凶兽的后裔 而这些远古凶兽的后裔 可都是出自松泉秘境中的 这松泉秘境远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东山域可以说是松泉秘境最安全的一片地方了 而潜伏有无数凶兽的西荒域 都还不知道隐附着多少未知的危险呢 所以楚剑秋一直把松泉秘境的西荒域 列为玄剑宗的禁地 不允许玄剑宗的弟子 随意跑到西荒域那边去 以免引出什么未知的恐怖出来 而现在那三个混蛋居然都跑到西荒域去了 这使得楚剑秋心中不由一阵发起 哄哄哄 两头巨兽和一条人影 在松泉秘境西荒域上空 剧烈无比地撞击在一起 每一次的碰撞都爆发出 难以想象的能量余波 那一条人影对于身形庞大无比的两头巨兽来说 渺小得有如蝼蚁一般 但是这一条人影所爆发出来的恐怖攻击 却丝毫不弱于那两头庞大巨兽 甚至还墙上一倍不止 那条人影一人独占两大巨兽 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当然那两头巨兽联手之下 那条人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哄 那头身长两万丈的白色巨虎 被那条人影一拳轰飞数百里 庞大无比的身躯砸落在地面上 把地上撞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尘沙碎石犹如箭雨一般朝着天空倒射而去 春天虎从地上的深坑中爬起来 抖了抖身上的尘土 用神念传音对小青鸟说道 小杀鸟 这不行啊 这货的实力太强了 不如我们停手吧 不行 本姑娘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一顿 这新故的不可 春虎 你这个孙虎 这才哪跟哪儿 就要投降了 本姑娘看错你了 你们以为你还算一条汉子 今天看来 你都比不上本姑娘一个女的 你本姑娘看 以后也别自称虎爷了 干脆自称虎娘好了 不对 你这样的孙虎 哪里和虎子站边了 都简直侮辱了这个虎子的威风 以后干脆叫猫娘好了 春虎 你今天若是临阵脱逃的话 以后本姑娘就叫你猫娘 小青鸟恼怒无比的 用神念传音大骂道 若是吞天虎临阵退缩了 但凭他一人之力 可无法打得过顾青 顾青的实力太强悍了 根本远非普通的 天尊敬后期的舞者可比 以这混蛋的实力 估计都能够和天尊敬巅峰的强者 比较高下了 吞天虎听到小青鸟这一番怒骂 顿时也是勃然大怒 因为小青鸟骂的 实在太过刻薄难听了 他堂堂的吞天虎 若是被小青鸟叫做猫娘的话 这让他的脸往哪里割 这比小傻鸟骂他纯虎 都更加令他不可忍受 吞天虎顿时仰天咆哮一声 又朝着顾青冲了过去 老郭 你再不投降的话 可就别怪虎爷不客气了 吞天虎对着顾青怒吼道 如今腰箱停止这场战斗 只能是让顾青投降了 小青鸟都已经把话说到了那个份上 让他主动停手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大白猫 有什么招数 尽管放马过来吧 顾青意气风发的道 和这两头凶兽的这一战 也彻底激发了他的战役 这两头凶兽超乎想象的实力 也恰好让他有了棋逢对手的感觉 他突破天尊镜后期不久 正好需要一场场的战斗 来魔力修为 稳固境界呢 虽然在平潭郡城上 和潭台城交手过两次 但是区区两次的战斗 还远远不足以 让他的境界得到足够的魔力 他还需要更多的战斗 来砥砺自身修为 况且让他像两头灵兽 第一头投降 这种事情太吊隔了 他顾青 堂堂天尊镜后期的高手 可丢不起这个人 若是 此事被贡南烟和贡寒运知道了 他以后还如何 在自己的亲女面前 抬起头来 尤其是这头蠢虎 今天自己真要是向他服软的话 以这货的尿性 日后都还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老郭 这可是你自己自找的 可莫怪虎爷不给你留情面 吞天虎见到 顾青如此嚣张 顿时也是 勃然大怒 小傻妞 放大庄 虎爷今天 非要给这货一个教训不可 让他认识到 玄剑宗究竟是谁的地盘 吞天虎转头 对小青鸟说道 哼 早就该这样了 小青鸟冷哼了一声 说道 说着他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 身形一抖 温身顿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青色火焰 昏天虎也仰天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虎啸 两只爪子一身 十根锋利无比的利爪从虎爪中刺出 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光芒 顾青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也不由凝重起来 这一次 他是真正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可怕的威胁 无论是小青鸟身上那燃烧着的青色烈焰 还是吞天虎那十根刺出虎爪的利爪 都让顾青感受到极其强烈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 顾青也不敢要以轻心了 手掌一张 取出了楚剑球给他的那七柄极品长剑法宝 之前与小青鸟和吞天虎战斗 顾青一直都是赤手空拳 毕竟这两头灵兽是楚剑球的 顾青并不想真正的伤到他们 但是现在 若是在赤手空拳应战的话 顾青感觉自己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 双方憋着大招正要一触即发的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从天边传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吃饱了撑着 没事找事是吧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吞天虎手掀耸了 立即身形一晃 迅速变成一只呆萌可爱的大白猫 顾青也是有些尴尬的 收起了那柄七阶极品长剑法宝 毕竟拿着楚剑球送的法宝 用来对付人家的灵兽 这的确有点不地道 见到楚剑球到来 小青鸟也知道 今天这一架是打不成了 只能不情不愿地收起了那燃烧着的青色烈焰 身形一晃 变回了一只巴掌大小的漂亮小青鸟 老大 我们就是和老郭闹着玩 您别当着 吞天虎顿时窜到楚剑球身边 用那颗大脑袋蹭了蹭楚剑球满脸讨好的说道 楚剑球哪里信他的话 顿时一巴掌狠狠开在他那大脑袋上 恼火无比地说道 下次再这么乱来 信不信老子包你的皮 抽你的筋 吞天虎听到这话 顿时吓得不由一哆嗦 连忙甩锅道 老大 这不是俺的主意 是小傻鸟窜短这样干的 小青鸟听到这话 顿时气得肺都炸了 他翅膀一伸 指着吞天虎 愤怒无比地打骂道 蠢虎 你太不讲义气了 你这混蛋 人渣 狗贼 这蠢虎为师太不是东西了 楚剑球一句话 这蠢虎居然就把他给卖了 既然蠢虎如此不讲道义 自己也用不着和他客气了 楚剑球 你可别听蠢虎乱说 这蠢虎 是想要给新姑的一个下马威 想要把新姑的大夫 然后收为小弟 这才跑过来和本姑娘主动合作的 小青鸟顿时也把吞天虎的目的 合盘托出 小青鸟 你胡说八道是吗 吞天虎听到这话 顿时就慌了 老大 你别听这小傻鸟乱说 俺才没有 如果这小傻鸟 把他在玄剑宗 四处收小弟的事情 也扯出来的话 估计这一顿 他可就真是要 吃不了兜着走了 哼 本姑娘胡说八道 蠢虎 你不忍 就休怪本姑娘不义 小青鸟冷笑一声 道 楚剑秋听到 这两魂杖在相互推为抹黑 额头上顿时不由一条条黑线之貌 这他妈的简直太丢人了 这不是让老姑看笑话吗 够了 楚剑秋黑着脸喝倒 阻止了这两货继续相互抹黑攻击 等回去之后 老子再慢慢和你们两个算账 听到楚剑秋这话 吞天虎和小青鸟顿时都不敢再出声了 他们感觉到 这次楚剑秋是真的生气了 老姑 他们两个胡闹 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胡闹 楚剑秋有些无语的 看了顾清一眼 说道 顾清文言顿时不由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说道 这两位盛情相邀 顾某推脱不过 也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 楚兄弟 你也不必他给我较真 我就是只和他们闹着玩而已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顾清最终打了个哈哈 说道 行了 以后少跟着两个夯祸 不闹 楚剑秋摆了摆手 道 赶紧回去吧 庆功宴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们三个了 顾清毕竟是贡寒运的父亲 楚剑秋也不好 太过说他 毕竟 还是得给他留点面子 老大 把我带你回去 昆天虎听到这话 立即很是狗腿地说道 他摇身一变 变成一只 普通的老虎大小 在楚剑秋的跟前 顿了下去 这次 老大看起来很是生气 他得提前将功折罪才行 过后 也好少受一点惩罚 马屁精 小青鸟见到这一幕 很是不屑地 撇了撇嘴 说道 楚剑秋倒是没有拒绝吞天虎的好意 虽然 以他目前的修为 飞行速度也不慢 但是和吞天虎比起来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四人随即出发 返回了东山域的黑山城 通过黑山城的跨界传送阵 返回南州万石城 这一次的庆功宴 这一次的庆功宴摆得极其宏大 绝大部分的玄建宗弟子都参加 除了那些正在执行任务的大军之外 但在这次庆功宴上 贡南烟却并没有出息 以免他的身份泄露出去 虽然 在玄建宗的万石城中 基本上是绝对安全的 没有人能够渗透进万石城中 打探到万石城中的相关消息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贡南烟还是觉得 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毕竟 一旦他已经恢复的消息泄露出去 风元皇族必然会知道 楚建秋得到了生命原液 因为 以他被按摩枯引毒 败坏了的身体生机的状态 没有生命原液 是根本不可能恢复得了的 而一旦风元皇族 知道楚建秋身上 有生命原液的话 谁知道风元皇族会不会发疯 毕竟 风元皇族的老祖风山玄 寿命将近 生命原液可是他去命的唯一机会 面对生命原液的诱惑 很难说 风山玄究竟会做出何等事情来 而一名半步通玄境的绝顶强者 一旦发疯 不惜一切代价攻过来的话 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保险起见 贡南烟连清孝南这个曾经的得意学生 都没有见 虽然贡南烟不认为清孝南会出卖他 但是却担心 清孝南在得知他已经完全恢复之后 等回到风元学功之后 在平时的举止之间会露出破绽来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异己之私 而把楚建秋和玄建宗 陷入到如此危险的境地中 别看 贡南烟平时对楚建秋的态度很不客气 但是对于楚建秋对他们一家子的恩情 他是深深铭刻在心中的 即使是为了楚建秋付出性命 他都会毫不犹豫 在庆功宴上 楚建秋对那些战功卓著的舞者 进行论功行赏 在平潭郡城的那几场战争中 要说立功最大的人 既不是实力最强的顾清 也不是梁彦玲这个军部副帅 而是慕容清颖 这个平时不显山不漏水 而且脑子有坑的小妞 因为正是当初那场战争上 慕容清颖对破甲业的严密操控 才使得 谭台城所率领的十五万尊者净大军 全军覆没 最终只逃出了谭台城 石剑和朴渺三人 若是没有慕容清颖的暗中出手 借助迷雾大阵掩护下 对破甲业的精力操控 使得 谭台城这样的天尊净巅峰的 绝顶强者都中了招 即使玄剑宗拥有破甲业 也不可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战果 所以 慕容清颖在那一战中 当算手工 谁也没有异议 即使连梁雁灵这个 清高气傲的人 也只能心服口服 而且慕容清颖这一战的战功之巨大 可以说 也是玄剑宗经历这么多场战争 所立的首次战功最大的一次 因为一战之下 令暗魔王朝十万尊者净大军 全军覆没 而且还俘虏了暗魔王朝 十数名天尊净强者 这是在此之前 玄剑宗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 单凭这一战 锁力的战功 慕容清颖在玄剑宗战功榜上的排名 就急举飙升 由一开始的垫底排名 一下子就杀进了前五名 慕容清颖看着最新更新的战功排行榜 顿时心中一片喜滋滋 这距离成为楚剑宗大老婆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梁艳灵 怎么样 服气了没有 慕容清颖拿着一壶酒来到梁艳灵的身边 挑了挑那精致圆润的下巴 笑眯眯的说道 光凭这一点战功 你距离达成目标还差得远呢 梁艳灵冷笑了一声 说道 本姑娘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将惊天动地 梁艳灵 你就等着给本姑娘当陪嫁丫鬟吧 慕容清颖仰头喝了口酒 摇摇摆摆地醉醺醺离开了 由于今天喝的酒有点多 她在走路的时候 差点被旁边的一张椅子给绊倒了 哎 慕容妹妹 你优着点 可别喝碎了 公初丹连忙上前扶着她 说道 哼 孔师姐 你就别管我了 本姑娘今天高兴 毕竟 能够收大名鼎鼎的梁将军 来陪下丫鬟 真是想想就够威风的 慕容清颖醉醺醺醺的笑着说道 听到慕容清颖这话 烟旗上一众将领 都是不由一阵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 收梁将军为陪嫁丫鬟 这丫头的胆子可真够肥的 连这种话都敢说 来 老方 这是什么情况 慕容清颖那疯丫头 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载原棚用手肘 撞了一下 坐在一旁的方笑 医生问道 方笑见到他那一脸八卦的样子 脸皮忍不住 抽了抽 妈的 这夯祸就永远都记不住教训 他因为好奇梁燕玲的八卦事情 已经吃过多少苦头了 现在又来 不知道 方笑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可没有活腻 却打探梁燕玲这种事情 这不是找死吗 载原棚这夯货皮粗肉厚 反正已经被穿惯小鞋了 他不怕惩罚 但是方笑却怕 载原棚见到方笑这般模样 顿时忍不住 撇了撇嘴 说道 老方 你这人就太没趣了 整天板着一张脸的 这人生得多无聊 在方笑这边 碰了一个软钉子 载原棚便没有再去理他 他转过头来 又用手肘 撞了一下坐在他另一边的 张时期 问道 喂 老长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你也是参与了平潭郡城的一战的 是不是知道一些内幕 张时期听到这话 顿时就来了兴致 他犹如坐贼一般 打亮了四周一眼 见到 龚寒运和梁燕玲 都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便向载原棚招了招手 示意载原棚靠近过来一点 载原棚见状 立即就凑了上去 老仔 你这算是问对人了 你这事 问一般人 还真不一定能够打听得到 其中的内幕 兄弟我那天 恰好站在楚兄弟不远处 刚好就听到了 这件事情的一些内容 张时期 神神秘秘地 在载原棚耳边 低声说道 张时期原本就是喜欢作死的性格 平时在枫原学宫东远的时候 就因为此事被贡寒运揍了无数次 这次他恰好得知了 梁燕玲和慕容清颖之间 打赌的秘密 原本就心仰难嫂 想找个人来分享分享 但是 一般人一听到是有关梁燕玲的事情 立即就变了颜色 还没等他说完 就立即 忙不迭地 跑开了 这让张时期是感叹 知己难觅 现在 在原棚主动凑过来 询问此事 自然正中他的下怀 哦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老长 赶紧说来听听 过后 兄弟请你喝 摇光环玉尿 在原棚听到张时期这话 眼睛顿时一亮 心中八卦之火 立即熊熊燃烧起来 张时期顿时低声 把那天梁燕玲和慕容清颖 打赌的事情 说了一遍 马浩前 长黑虎 张成 裴建白 和皮安信等人 见到这两人 鬼鬼祟祟的样子 顿时心中 不有一阵好奇 这两货 神神秘秘的 究竟在说什么东西 中人好奇之下 顿时悄然地 凑了过来 唐宁新 南门飞双 和楚清秋 原本在另一桌吃喝着 见到这边 似乎有热闹可桥 便也离开了那桌 悄悄地靠近过来 张时期和载元鹏两人凑在一起 正说得高兴 哪里知道这么多人 已经悄然地围了过来 喂 张时期 你说的 真的假的 楚剑秋 真的答应了慕容轻盈 这件事情 唐宁新在听了半声 最后忍不住 开口问道 因为这件事情太劲爆了 若是传出去的话 估计 整个玄剑宗都带翻天 无论是左丘莲竹 苏颜香 还是下幽黄 颜青雪 都绝对不会 如此轻易放过 楚剑秋 毕竟唐宁新也是很清楚 这几个女人 可都对楚剑秋的 大老婆的位置 虎视眈眈的 楚剑秋若真的 把大老婆的位置 私下离取 诺给了慕容轻盈 这个脑子有坑的小妞 全剑宗绝对会炸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